嗨 大家好 有没有发现我现在的拍摄背景又不一样了 没错 现在呢就在我的新家里面 但是东西还没有完全搬好 所以看起来就空空的 但是我发现这个新家的光线还不错 所以呢 但是我感觉这后面凳子有点煞风景 大家就先暂时别管它了 今天视频呢主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今一两个新购入的彩妆和护肤品 有些呢算是回购 有些呢就是第一次使用 然后正好今天呢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如果感兴趣的话就记得跟我往下看吧 首先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呢 就是我近期一直在用那款眼霜叫做JM眼霜 它这个JM呢不是大家所熟悉的韩国那个JM 它呢是全称叫做JMoney 是美国一个比较小众 但是非常厉害的一个牌子 首先给大家看看它的包装嘛 它的包装就是比较简约的这种 它一个质地就是这个淡黄色的一个乳霜质地 但它这个质地非常的轻盈 就是在我之前自己接触到的一些美国的一些产品呢 整体质地是比较偏厚重的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它可以看到它是一个这样的质地 整体的一个肤感做得非常好 而且它是有一点淡淡的 我觉得是应该是有一点茉莉花香的味道 但是有人觉得它那是果香 但是我知道就是给大家做一个眼霜分享的话 总不能一直说肤感 但是说实话我自己对肤感还是比较注重的 我比较喜欢就是比较轻盈好吸收的那种 其次呢就是成分 它本身就是一个成分科研做得很牛的一个牌子 所以呢就对于成分这方面我自己是非常放心 再给大家说一下我的一个实用感受 我的实用感受呢就是说它有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大家现在能不能方便买到 或者大家找一些靠谱的代购啊 或者什么其他靠谱的途径去购入 我觉得这一款用下来还是蛮不错的 第二样要跟大家分享呢 真的是就是在我视频经常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东西 属于无线回购的一款产品 就是OLED这个小白瓶 还有一个OLED他们家的一个面膜 因为他们的实用感真的还蛮好的 所以呢一直都在回购中 因为像前一阵子不是和爸妈出去旅游吗 像泰国还有香港都属于责外线比较强的地方 就算我涂了防晒 然后就自己会偷懒会 就是没有什么打伞嘛 然后一圈玩下来 整体肤色还是会比之前要暗沉一点点 之前的快要用完了 然后就赶紧回购了 OLED它这个小白瓶呢 一共有三个系列我都用过 包括像公关品送的一些 或者是我自己买的 我用的最多就是光感小白瓶 像基本上我和我姐一起用的话 基本上一个月就会空掉一瓶 它整体的质地呢 就属于那种非常轻薄的乳液质地 非常好推开 吸收也非常的快 大概像挤一两滴就能涂满全链 因为那时候晒后我需要就是密集修护嘛 所以我用量会稍微多一点点 其实在之前呢 也跟大家分享过 像小白瓶它的一个美白成分就是烟纤胺 其实在众多的美白成分中 烟纤胺胺算是对我来说是比较有效的 而且在市面上有很多说含烟纤胺的一些美白产品 但是它们的一个纯度还没有达到有效配比 像小白瓶的话 它的一个纯度达到99% 所以说是长期的坚持使用 的确能抑制住黑色素的一个生长 就是长期使用呢 的确能变白 就除了烟纤胺之外呢 里面还含有其他一些矿木式成分 就除了美白 它还有保湿抗氧化的作用 算是一款比较全能的产品 所以呢 我就是也是会一直回购的一款产品 还有呢 就是这个OLED小白瓶的面膜 其实不论关注姐姐的号 还是我的小号 都能经常看到它的身影 首先我就用它 我的感受就是 它的一个去黄提亮的效果非常明显 因为像它这一片啊 这里面还有满满的小白瓶的一个精华 其次呢 我就非常喜欢它的一个面膜纸 给大家看一下 它面膜纸整体的弹性非常好 然后我拿出来这一片就给姐姐敷了啊 就是这面膜它的一个弹力非常好 可以自由拉伸 像你脸大小啊什么之类的 像我这种脸比较大的 也是比较好覆盖的 就是能把这张脸包裹得非常的紧致 然后把这个给姐姐敷 所以像这两款产品的话 其实搭配起来 针对那种晒后美白修复的话 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像小白瓶的话 我就会把它当作日常美白精华来用 然后这个面膜呢 就是一些密集修复啊 或者是急救美白的 所以这两款搭配 我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第三个呢就是贝德马的这个卸妆粉水 我跟你说 我们俩又空瓶了很多很多卸妆水 但不是说一次性用完那么多 因为还有很多是一年前用完的 包括这阵子用完的 然后这个呢就是新勾入的粉水 其实粉水之前呢 我这是第二次用 因为我之前卸妆水实在太多了 之前用的是它的一个中瓶 对就用完之后觉得还是不错 因为它整体就是非常非常温和 像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 然后它整体的一个卸妆力度也很不错 但是像眼唇的话 我还是会拿专门的眼唇来卸 这个话我就不多说了 也是属于就是卸妆界的老网红 所以这次呢就购入了一个大的 好了 护肤品的话差不多就这么多 接下来呢就是彩妆 首先第一个来跟大家分享 就是LA Girl的这一款妆前乳 Correcting Face Primer 它就是一个矫正肤色的一个妆前乳 这个的话我觉得在国内应该没有卖吧 因为我在天猫官方旗舰店去看了一下 就是没有这款妆前乳 首先呢它就是一个绿色的 看到绿色的妆前乳 大家就知道主要是矫正一些 面部泛红啊红血丝之类 看看它整体的质地 它质地也是这种乳液妆 然后推开感觉还蛮绿的 我这个大概自己用了两次吧 还是比较新鲜的 然后推开来 然后推开之后呢 它整体又没有变得那么的绿 但是假如你是有那种泛红严重的话 它这个绿色正好能中和掉你这个红色 然后它整体质地也非常的清爽 然后大家看大概推开之后 它那个绿色基本上就没有什么 很明显的存在了 就不是说你涂完之后 整个就变成绿脸了 但是我觉得它这款妆前乳涂 还是比较适合局部剧涂 就是不要说是全脸的剧涂 然后我一般的话会在我的这个 鼻翼泛红的位置 还有脸颊 这里一点点泛红的位置会来涂 然后就是说 那红的现象就没有那么严重 我觉得还蛮好用的 接下来一个呢 又是一个妆前 就是这个Hourglass的一个 无油控油妆前乳 我现在手里也这一时呢 是中小样 其实这个是之前听朋友说它很好用 不过它比较适合那种油皮 以及混油皮 像现在天气呢 我自己还属于混干皮 因为作为一个混合 品的到了春夏季节 T恤又可以出油 所以呢 我看它中小样 我觉得也还不错 它质地呢 是一种白色的乳液状 然后呢 给大家推开来看一下 它也是非常的好推开 刚开始推开呢 有一点点泛白 但是后续推开呢 就没有什么增白的效果 摸上去就是没有一点的黏膩感 就是非常清爽 真质地是非常的清爽 我就能感受到 就是你突然脸上之后 就那种平滑的感觉 就之前朋友安利我说 它的一个控油效果非常好 但是我现在呢 还不敢用 因为现肌肤还是会有一点点的干 所以等到春夏冷天气 再热一点的时候 再去用它 就要我再纠正一下 它不是无油控油妆前乳 它应该是无油矿质妆前乳 接下来一个跟大家分享的 还是Hourglass他们家的一个产品 就是他们家比较有名的粉条 这也是我第一次使用粉条类的底妆 可是现在说一下 我真的很喜欢他们家的一个包装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我今天呢 用的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粉条 说实话给你们讲一下 我近期的皮肤状况啊 我现在属于什么呢 一边暴斗 一边修复 就其实前一阵子 我的肌肤快修复的差不多 然后因为前几天 因为一些事情焦虑的 晚上睡不着 然后又嘣嘣又暴斗了 你知道吗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边 还是有抖音 还是言归正状 我们来讲的这个粉条 首先它的一个形状呢 是这种三角形的 然后它的一个整体的膏体 我觉得是非常丝滑 也非常好推开 其实用量也是比较省的 大概像这种三角形 我基本上会在这脸上旁边划两条 然后左边划两条 上面划一条 下面划一条 然后基本上就可以用满整个脸 但是像我今天用下来呢 就是我觉得有一点点的 像我嘴角和鼻翼的这一块 这两个地方有一点起皮 但是我觉得它应该不太适合那种 沙漠大干皮 因为它整体的膏体 不属于特别滋润的那种 比较属于适中的那种质地 我觉得今天也可能 是跟我自己的一个 妆前保湿有关系 因为今天我今天 护肤品用的非常的仓促 然后也没有用 滋润型的妆前乳 基本上涂了个防晒 然后直接上底妆了 可能跟这个也有关系 但是我能确保它 不属于那种特别滋润的那种底妆 但是呢要夸的就是 它真的遮瑕力 是属于高遮瑕的产品 像我黑眼圈 今天基本上没有用遮瑕去遮 直接是上了粉条 基本上黑眼圈能遮着这种 七七八八 但是这个痘因 因为是新生的嘛 所以是肯定是遮不住了 但是它这个遮瑕力 真的非常好 每一次用它呢 它都不会出现那种氧化 或者是暗沉 基本上你上妆什么样 然后像这种天气的话 起码到晚上还是什么样 但是可能到夏天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变化 但是我觉得它还是比较 适合那种混油皮 或者是混干皮 像现在的话 还是需要一些保湿性 比较强的妆前做打底 然后后续再用这个 总的来说觉得还是不错的 接下来呢 跟大家分享 就是第二的这一款 梦幻 像梦幻美肌的气垫 还是梦幻修炎 反正就是梦幻的一个气垫 首先呢 我说它不太适合我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太过于自然清透 而我暂时还是个瑕疵皮 说明什么呢 说明它的遮瑕力 几乎等于没有 我跟你说非常神奇的 你们有见过00色号的底妆吗 没错 它的色号就是000 它包装呢 就是这个样子 我还蛮喜欢的 然后打开来 里面有一面镜子 然后还有一个气垫粉 铺 它气垫粉还挺好用的 然后手臂上 上一点点 虽然它是00色号 但是大家可以看出来 它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存在感 但是它铺开之后 就是非常非常的清透 虽然它是00色号 但我觉得它还是有一点点的 增板效果 就是一点点 它整体的质地真的是 非常的清透 而且它闻起来 就是有一股淡淡的 很高级的花香 我觉得应该是花香 其实在之前做文课呢 就是说它这一款 这一款气垫里面呢 就是含有什么各种养肤类的精华 在里面 但是我觉得它就比较适合那种 面部基本上 没什么瑕疵 皮肤底子很好的人来使用 而且比较适合 像浑皮以及干皮 就轻轻的上一层 就感觉 啊 这个肌肤非常通透 就它的一个自然的妆效 还是蛮喜欢的 这是不太适合我 对 我现在需要有在一顶脸 遮瑕力的底妆 所以呢 它就比较适合姐姐 嗯 接下来呢 就是这个 Makeup Forever的一个 定妆蜜粉饼 这个其实是我昨天才拿到的 这个呢 我之前就用过 因为之前在Makeup Forever上课的时候 就超级喜欢这款定妆 蜜粉 它整体的粉质 超级细细的 就是跟青烟一样 给大家看一下 首先外包装 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打开来 这还是全新的 这是全新的 就我现在手里有一把刷子 给你们看它粉质细的 就是跟青烟一样 然后它上脸呢 就是一秒柔胶的效果 然后对于我这个 火和体来说 就是夏天啊 你用它的一个 整体定妆效果 也会非常的好 整体扒得 算是比较老的那种 它上脸的一个妆效呢 就属于那种柔胶透明的 然后像干皮用起来 也完全不干 其实手里拿 这个Makeup Forever的 一个定妆蜜粉 我就会想起 另外一款 它的一个评价替代 但我现在 没在这里 就是LA哥的那款 我经常在视频里 用的那一款 我觉得它们这两者 其实有点像的 但是说实话 像Makeup Forever 它的一个粉质 就会感觉会 更高级一点点 毕竟像价格的什么之类 也摆在那边 差距就摆在那 但是我觉得 两者都很好用 假如你是 特别 那种平民苦女孩的话 我觉得选择LA哥 那款也是不错的 它的一个控油效果 很厉害 然后这一款呢 就是都很好 都不错 最后一个 要跟你们分享 就是这个 小小特别的 Pillow Talk 超超超美 这个呢 就是我上个月 这个月 去香港 然后拿到这一盘 太好看了 断货严重 我觉得你们暂时 是买不到了 可能要等 首先它的一个配色 就是超级粉嫩少女 而且非常经典的一盘 真的无论 从它的一个包装 还是它整体的一个配色 以及粉质 都是 我觉得是无可挑剔 那种 本身我们俩 自己就超级喜欢 CD家的一个产品 觉得都非常 有质感 而且非常好用 然后像这盘呢 其实我这一次 视频呢 就不多说 因为我想用 是想用这一盘眼影 到时候给姐姐 打造一款妆容 所以呢 这盘我就不多说了 到时候具体等我 给你们上点实测 哎呀 难买呀 暂时还买不到啊 难买呀 那么好了 这一次